哇 兄弟们快看两个六弹神 在这个古天乐也快六弹神了 好像还是个主播来着 哇 这个江西黑鲁蛋居然是在访六弹神 太逊了 太逊了 在我这个三弹神眼里 你们一样得叫我师父 我可不是瞎讲 你们看了这段录音就知道了 我刚进入队 我这个黑鲁蛋就发话了 这不是我米丽表哥吗 我求求你了 带我打一局好不好 米丽米丽 我关注你心里了 你的蛋白降解真好用 人都认识 那我们就直接开呗 拿了进来了 看一下他们两个选什么职业 主弹用火箭小只 古天乐用那个奶妈 哎呦 他们两个是不是在暗恋我呀 一个在天上给我保驾护航 一个在地下给我回状态 看那些路人都在围着我的徒弟 到他们身边经过了一个满级大佬 标这么多点有什么用 让我标鞠港 你也得来鞠港 看我一跳鞠港就有人跟我来了 哎呦 这一号怎么去捉低宝了 徒弟多少都有点反骨的 哎 对面集装箱也是有人 趴下来直接把他秒了 哎 我不可能马枪来 对面肯定是穿着防甲 伤害全让我身上来了 这没事 我本来就不是很想玩这吧 也可以 Ska新买的皮肤 我必须付我一下拿我的Ska 好 徒弟Ska 看我怎么嘎嘎乱杀 算了 算了 还是拿起我的油麻地 咦 小东西来跟我闹 咦 总算打给的吧 老兄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又回来了 现在开始我们老六大法请他坐下一班飞机 不对 刚才那个是树枝 这个是荔枝 这是他队友 咦 这一号是在垃圾桶旁边吃剩饭吗 作为队里面的主力 我必须过去看两眼 原来徒弟的伙食这么差 算了 算了 不跟他们抢啊 哎 谁的荔枝从天上掉下来了 哎 来 小荔枝 吃我一喷 两喷 三喷 慌看队友操作 笑死我了 这是黑鲁蛋直接面壁思过了 好 一后再要把被其他主播知道了 我还怎么混 那黑鲁蛋哥也是倒了 我们过来救下他 要知道我们12K是在所有强性里面伤害最高的 那个老六技能走路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我们讲这两样东西加起来 我们直接无敌 不行不行 我的556少了一颗子弹 也没想到转角居然有金色插件 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待着不动吗 其实我在想如果要是少了一颗56的严重性 这个游戏要是56少了一番 那就是不顺利的 56就可以让别人少一瓶饮料 两颗就可以让别人少了一瓶子冲药 三颗就可以让别人失去一个急救包 所以说少了一颗56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 这里待了两分半我才舍得走 也是决赛权了 必须给这两个途地展示一下我真正的实力 哎 重要一体了 听的就是手术 你们玩超题对抗 千万不要向这个人到处乱飞 飞这么高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带着翅膀的坤哥 前面还有一个人他还想舔包 你就是被淘汰也要带上你的屋子呗 那我就不客气了 等你漏坤脚我就把你淘汰了 你们是不是都没见过拿雷炸人了 给你们简单表演一下一雷双翔 到决赛圈了找个高点抽法转变了 这个游戏你不会暂点你活该吃不着急 不过会暂点可没用枪法可对好 这枪法40发中两枪还是有点水分的 不管了直接冲进站才是我的强项 可是前面眼里有个人 哎呦变得人好凡呀 不妨不妨我们躲避一下子弹 我们掐个雷 雷总会丢了吧 剩下0.5秒我们就扔出去 你们看吧我提前3秒丢了 所以说炸不到他 又掐雷剩下0.5秒的时候再丢 最好丢个反弹雷 哎呦你这个小荔枝你飞满 还用榴弹捅我 要熬死我了 这个荔枝也是摔坏的好不好 吃坤吃坤 这把还得试我啊 你看嘛我前面浪了这么多人头 他们还是没有超过我 所以说我这么励志的主播 你不关注我 你关注谁